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歡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討論的是 耶穌一個比喻 耶穌有兩個很像的比喻 一個是一千兩千五千兩的比喻 另外一個是一定銀子鑽十定管石做成的 後面那個管石做成的其實在講獎 而今天我們要講的是一千兩千五千兩 如果你想要看獎賞的 我們另外一個視頻你會看得到 好讓我們來看一千兩千五千 請開始看經文 馬太福音25章14到15節 天國又好比一個人要往外國去 就叫了仆人來把他的家業交給他們 按著個人的才幹給他們的銀子 一個給了五千一個給了兩千一個給了一千 就往外國去了 你會發現這個比喻跟另外一個不一樣 另外一個是十個仆人拿十定銀子 每一個人都一定 那個是一樣的資源 那個是在講上帝給你固定的資源 像是時間每一個人一天都是24小時 而今天在講的事情是才幹的比喻 有人給五千兩的才幹 有人給兩千兩的才幹 有人給一千兩的才幹 重要不是你一開始的才幹如何 我們看下一頁 那領五千的隨即拿去做買賣 另外賺了五千 那領兩千也這樣另賺了兩千 但領一千的去掘開地 把主人的銀子埋藏了 你會發現五千賺五千 你看等一下 你會看到主人怎麼稱讚他 兩千賺兩千主人怎麼稱讚他 一千什麼都沒賺主人會做什麼事 我們再看下一頁 過了許久 那些仆人的主人又來了 和他們算帳 那領五千銀子的幼 帶著那另外的五千人來說 主啊你交給我五千銀子看啊 請看我又賺了五千 你看五千賺五千 我們看下一頁 主人說好 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世上有忠心 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你會發現五千賺五千的神說 又良善又忠心的對不對 然後說你可以進來享受主人的快樂喔 你會想說那兩千等一下賺兩千 是不是獎賞沒那麼多 五千賺五千的老闆賺了五千啊 兩千的賺兩千老闆只賺兩千 通常老闆都只看自己的獲利 可是我們的這個老闆天上的主 是看你有多少資源 看你有多少才幹的 我們來看下一頁 你看那領兩千的也來說 主啊你交給我兩千銀子 請看我又賺了兩千 你會發現主人這樣要說的話 好 你叫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世上有忠心 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你會發現五千賺五千 兩千賺兩千主用完全 完全一樣的詞說 都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都是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都是要派給你許多事 未來給你管理 你會發現一般的老闆 你幫我賺五千 我讓你做尾牙的手桌 給你更多的獎金 你讓我賺兩千 我給你做比較後面 然後獎金比較少 不 這個充滿憐憫恩典的 主人的天上的主 我們的主 他看的是你的才幹 他給你兩千 他只要兩千 他給你五千 他要五千 你千萬不要五千賺了三千 覺得你比兩千了不起 你也不要覺得那個人賺了三千 好像比你兩千了不起 可是有一天神看的是 我以前給你兩千 你賺了兩千 你也有良善又有忠心 那個五千才賺三千的 可能神就不是說一兩善又有忠心 因為你用世界來說 兩千跟三千 好像三千比較多 從神來看 他賺的是五分之三 你賺的是百分之百 兩千的兩千 懂嗎 所以你如果覺得你隔壁 誰是誰比較有恩賜 神不是看誰比較有恩賜 神是看有沒有忠心用他的才幹 兩千賺兩千 一樣 完全一樣 進來享受主人的快樂吧 Hallelujah 我們再看下一個經文 那領一千的也來說 主啊 我知道你是忠心的人 沒有中的地方要收割 沒有散的地方要拒戀我 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銀子 埋藏在地寢 看你的圓銀子在這裡 你會發現這個人說你是忠心的人 忠心的人就是嚴厲的人 殘忍的人 他把主看成殘忍的 所以他就不敢用他的恩賜 但是他把他埋藏起來 我們生活中有很多人 他把上帝看成是一個嚴厲的主 很殘忍 他們常認為 耶穌基督為你捨命 釘十字架 耶穌為你受苦 在十字架上 你也要為主受苦 所以神就會一直一直一直 使你受苦 是的 有些時候 是的 我們本來就應該為主受苦 可是我只受主要我受的苦 我不受其他從撒旦或我自己自討苦 是自己犯錯的苦 很多人會覺得神很嚴厲的要求 不 神充滿憐憫跟恩典 他要使你提升再提升 如果神真的是忍心的主 怎麼可能你如今可以活著 那我們再來看經文 讓他直接告訴你 我們看下一頁 主人回答你這又惡又懶的仆人 你會發現當你看神很殘忍 他怎麼看你 你這又惡又懶的仆人 你既知道我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 沒有散的地方要去點 就當把我的銀子放給對壞銀錢的人 到我來的時候可以連本帶利收回 請問老闆需要聘你來把錢存在銀行裡 然後銀行的利息算你的業績嗎 他乾脆直接把你FIRE 然後他自己去存銀行 還不會被你A走啊 可是神就是找理由讓你算業績 讓你賺錢 祂要你蒙福 懂嗎 我幹嘛需要你幫我把錢放在銀行裡 等一下你放在你的名字 你把我A走怎麼辦 所以主根本不殘忍 他想要找理由讓你蒙福 懂嗎 這才是神真正的樣式 我們再看下一頁 奪過他這一千來給那有一萬的 因為凡有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 所以你看你要充滿期待的知道 神要把更多更多更多的祝福給你 你是有的他還要再加給你 沒有了連他所有也要奪過去 不過不用擔心很多人擔心說 這個好像是什麼很嚴重的 把這無用的仆人丟在外面黑暗裡 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 你有沒有發現有人說丟在外面黑暗是下地獄 才不是耶 地獄是有燒不盡的火怎麼會黑暗 這邊說的把這無用的仆人丟在外面黑暗的意思是 有一天你去看 新耶路撒冷的最中間沒有燈 沒有太陽 沒有月亮 最中間就是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神 祂是最光亮的 城中沒有燈 祂就是那個燈 與燈越近的 與光越近的就越亮 與光越遠的就越暗 所以什麼叫外面的黑暗 外面的黑暗 就是離神越遠的越黑暗 當你去一個很亮很亮很亮的地方 後來進到一般亮度的地方 你會覺得那個地方很暗 這就是外面的黑暗 你人就會得救 就算你覺得你做得不好 你人就會得救 但是我鼓勵你 請你好好善用自己的兩千兩或五千兩 去一千轉一千 神也說你超棒的 你是又中心又良善的 不要跟別人比 讓神來帶領你 甚至你不要論斷你自己 讓神來光照你 讓我為你禱告 親愛的耶穌祝福我們這裡 每一位弟兄姊妹 主要我們要知道 每一個人的才幹不一樣 有些人就是天生 人生聖靈主要 一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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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資源 有些人就是生出來很辛苦的活塞 但是當你認識耶穌 耶穌不是要看你為祂做多少 耶穌看我給你多少 你怎麼忠心的使用 所以不用擔心 耶穌不是要你跟別人比 耶穌要你跟祂一起同工同行 你要滿得獎賞 我祝福你能夠滿得獎賞 祝福你與神同行 經歷那個兩千賺兩千 五千賺五千 榮上加榮恩上加恩 得獎賞得勝的生活 奉一順祷告阿們